嗨,大家好,我是Sofie 今天给大家看几株美丽的花树 这是山梅花 通常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开放 满院飘香 山梅花呢,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美 单花看起来呢,也是极美的 这种附半的山梅花呢 直径差不多是有接近四厘米 其实花呢,是蛮大的 洁白无瑕,香气扑鼻 它的花期呢,是差不多三周左右 应该可以说是人见人爱 如果你不被它的花色吸引 那么我也保证你会被它的香气吸引 这是我五年前牵插的山梅花 当时牵插苗不到两寸高 现在已经有两米五了 我的爬藤玫瑰也开了 这是昨天才开的 现在的话呢,开了还不到花苞的三分之一 但是看起来花已经蛮多了 它的花苞呢,非常的密集 你可以看到 花,花不算大 也不算小 应该有六七个厘米那么大吧 全开的时候呢,这株爬藤玫瑰呢 看起来是相当壮观的 覆盖,满满的都是覆盖了鲜花 而且玫瑰花呢,有一种大家都爱的甜蜜的味道 这株玫瑰呢,在我的花园里呢,超过了十年 每年呢,在早春的时候呢 我都做一个很大的修剪 只保留主枝 把侧枝呢,全部剪掉 让它呢,镂空就是说不那么密集 这样的话呢,虫害比较少 也不容易生病 我其实是很怕玫瑰生病生虫的 所以我花园里呢,玫瑰花并不多 但是这一株呢,从来都开得很好 今天我还想介绍另外一种花树呢 就是锦带 锦带呢,也非常好看 颜色呢,也相对多样 它花开呢,非常密集 这是我牵插的第二年的锦带 牵插的初期呢 去年牵插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苗 不足两寸 比如说这一个花枝吧 这一个枝条 剪成三结 每一个结眼就可以牵插一枝 非常容易牵插 第二年就能开花 我的花园里呢,有两种锦带 这一种呢,是鲜红色的 还有一种呢,颜色略浅 但是我有一点我特别疑惑 我记得这一株我牵插它的原因呢 因为它是花叶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的它的叶子呢,是纯绿色 难道我记错了吗? 还是说,牵插以后它会有变化呢? 锦带呢,也是可以长得相当大 我这是第二年,差不多是 量一尺半高吧 但是它可以长到 高度呢,差不多一米五两米 直径也可以长到一米五左右 会是非常大的一个花束 关于如何牵插呢 非常简单 我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做过一个 关于牵插的视频 你有兴趣的话呢 点击这个视频的右上角呢 你可以看到是如何牵插的 这就是我花园里的几株花束 喜欢我的video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